救護車一路狂飆 開到隧道入口 用單架把被落實 砸到傷者抬上救護車 消防人員沿路幫傷者固定 就怕救護車 開在彎彎曲曲的太魯閣 會讓高齡72歲的老先生 感到不適 就是違避 然後就是沒有意思的情況 然後呼吸有點微弱 72歲香港吉領隊 帶著一行人到太魯閣遊玩 沒想到行進太魯閣 長春慈時 遭到拳頭大的落石擊中前額 血流如助送醫 經過檢查後發現 不只頭部出血 還造成顱內出血 以緊急送進開刀房急救 接下來還會持續住院觀察傷事 傷口比較大 而且是在幼兒的地方 然後血也是流滿多的 目前長春慈步道已經封閉 觀察現場的落石狀況 大約三到五天內 沒有落石掉落 才會再度開放 以免有人被突如其來的落石 給砸傷 藉武蔡勳 張良浩花蓮 採訪報導